今天维德在社交平台上发大招了 晒出了1-7 Remix套装的所有鞋款 简直流口水 视频中有许多还未曝光的鞋款 随后设计师周世杰也曝光了照片 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鞋子 Remix套装以1加7的形式组成 每一个套装有一个主题 1代1双 7代1双 都是维德知道的经典配色 狗哥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下 1代Moment加7代魔鬼鱼 首先是1Moment加7代魔鬼鱼 总所周知 魔鬼鱼可以说是维德知道最经典的配色了 首次出现在维德知道一代魔鬼鱼上面 这双鞋作为维德的全明星鞋款限量发售 是带铁版数字的限量发售哦 魔鬼鱼是维德的一个绰号 一代魔鬼鱼鞋子使用的材料也非常考究 鞋头的包边使用了几皮材质 鞋身还有魔鬼鱼的纹路 紫色加金色点缀非常高端 当时维德知道一代由于刚刚问世 虽然限量 但鞋子非常好买 之后维德知道渐渐被人认知 这次在七代上使用魔鬼鱼的配色方案 这双鞋也会让人强迫头的 再说下这个套装的另一双鞋子 一代Moment Moment配色最早出现在六代上 原本应该是全明星配色 不过最终维德没能入选 于是改为Moment 六代Moment同样是有碳板铁牌限量发售的 配色方案使用了比较科幻的蓝色和浅色的灰色搭配 发售后价格一路飙升 维德知道六代首次启用中方设计师 周世杰弃用了维德知道传统的皮革鞋面 引入新科技Driver Form 实战性能出众 周世杰设计的六代 被一部分WAR认为是时尚最佳 一代ASIC 四代ASIC配色 加七代808Remix 这个套装更加特殊 先说七代 鞋面上巨大的飞翼魔术贴粉醒目 一下就让人想到了808 没错 就是融合了808的造型 这双鞋早前周世杰也曝光过 808这双神鞋 不用过多介绍了 在维德知道不长的历史中 他是非常醒目的支线路标 除第二代甚至复刻的呼声仅次于一代 808的设计师是麦克米勒 名字是坎也取的 当时二级市场几百块的售价 加上出色的外形 性能 赢得了一票粉丝 这双鞋算是套装中最特别的鞋子了 入手难度和魔鬼鱼不相上下 一代ASIC配色 这个配色方案取自四代ASIC 当时李宁限量发售了四代ASIC 鞋子是有数字编号的 上海发售的时候出了著名的八双鸽 维德知道一下子走到了大众面前 当时部分WOWR还自发抵制八双鸽 四代ASIC的价格普遍在一万元左右 是当时最贵的维德知道 七代炫淤迷彩加一代幻彩 七代炫淤迷彩 配色方案来自两代 两代当时设计的主题就是这个 炫淤迷彩是二战时候 海军的一种涂装 用在鞋子上也非常经典 不过两代板砖的脚感 加上错误的营销 导致后期降价严重 对李宁打击不小 一代幻彩的配色方案来自五代S 五代是米勒设计的最后一双鞋 鞋子造型回归了一代 更加富裕 幻彩也是五代S的鞋款 搭配了碳板限量编号的牌子 相比于四代 五代S的价格低一些 七代晨曦加一代红魔鬼 于七代晨曦配色方案 来自于六代首发配色 当时六代是随便买 等到后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晨曦配色吵起来了 虽然官方捕获过 但还是供不应求 七代晨曦想必入手难度会很高 七代晨曦很早就曝光了 本以为是作为七代常规配色发售的 这回可好了 作为套装发售 入手难度更高了 一代红色魔鬼于印象中 应该是没有在中国市售 稀有程度相当高 和晨曦一起发售 这个套装怎么买 大家心里有数了吗 七代回家加一代纯白七代回家 配色方案来自维德之道五代 当时维德转会来到芝加哥 那是他的故乡 李宁特别推出了全红的回家配色 维德当时比赛三分绝杀 做了封喉动作 穿的正是回家配色 一代纯白应该是原点的意思 一切开始的地方 纯白配色非常好搭配 七代自由女神加一代生日 三代配色 七代的配色方案来自四代首发 配色 自由女神配色当时情况和六代晨曦差不多 前期发售后价格飙到了2000多 后来官方捕获了 价格降低了 四代一改 维德知道厚重的造型 首次使用织物写面 实战效果出众 脚感很好 推出的低帮版本后期售价很低 是很多朋友的实战首则 一代生日配色来自三代 生日配色从两代开始每代都有 三代的配色方案是几何图案 印象中这双鞋也没有发售 三对于维德来说非常重要 但李宁却把三代玩砸了 三代使用了前B加后C加云的配置 虽然配置上看着不错 但是脚感很硬 足弓的碳板也不舒服 为此李宁还出了轻质板 但效果也不太好 好了 七加一套装介绍完了 再说个小彩蛋打开闪光灯 效果非常不一般 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 发售日期和售价 狗哥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价格很高 很大可能是限量 很多人说发售价格是3499两双 那么全套就是3499乘6 如果再加上限量 市场价翻倍 李宁对限量款的营销 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每次都有腰额子 希望这次能吸取之前的教训 让真正喜欢他的人都能买到他吧 最后你们最喜欢套装中的哪双维格之道 觉得入手难度如何 欢迎留言和狗哥讨论